下面我们来看12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 咱们看教材 它说 The bank must obey its customer's instructions and not those of anyone else 它说这个银行必须要遵守顾客的命令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别人的命令 这个里边出现instructions表示命令指示 告诉某人应该如何去做 这个动词搭配特别多 本文中的是这个abay 这个是可以的 叫做这个遵守某人的命令 咱们看看这个instruction常见搭配 abay instructions 叫遵守某人的这个命令指令 还有像take instruction 这跟take搭配 也是常见的叫接受某人的指令 我拿走了吗 接受某人的指令或命令 还有一个叫按照某人的命令去做 就follow instructions 当然前面可以加数个 follow my instructions 按照我的指示去做 就按照指示去做 还有一个我们叫await instruction 叫等候指示 await是书面语 是急误动词 它相当于wait for wait是不急误的加for 但是await书面语急误动词 直接加某人叫等候指示 这是instruction常见搭配 银行必须要遵守顾客的这个指令 而不是任何其他别人的指示 not those of anyone else 这个those 当然是指代的instructions 这么一个 那个第一句话 咱们第二句话 语法结果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看屏幕 分析分析 第二句话说 when for example a customer first opens an account he instructs the bank to debit his account only in respect of checks drawn by himself 前面这个win引导的是时间状态充具 他说比方说吧 for example 是时间状态充具内部的一个插入语 比方说吧 一个顾客 首先呢 他开了这么一个账户 open net account 叫银行开账户 account开账户 然后呢 这个逗号之后是句子主句 其中白颜色是句子主句中的主干结构了 he instructs 就是指示命令 instruct 名词不就是刚才的instruction吗 他指示命令怎么样呢 the bank to debit his account 他指示了银行 来debit once account 就是标注出他支出的钱 他钱支出了 怎么样呢 only in respect in respect of checks 仅仅是关于这些支票 in respect of是书面语 叫关于相当about 什么支票呢 John by himself 他自己开出的支票 如果别人仿造的支票 那不算数 那你不能记住我支出的钱 就是这么一个 in respect of主意是关于的意思 咱们看看里面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本文中就重点看一看后面这个in respect of 这是关于什么什么 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about 你比如说美国的对于古巴的这个政策 外交政策 U.S. foreign policy 关于古巴的对于古巴的 像本文中可以用in respect of 关于 可以替换成with respect to 可以with regard to 也比较正式 或者用大家更为熟悉的 concerning regarding respecting 都有类似的含义 都可以看到借词 或者借词短语 叫做关于 就我们说关于尽量少用过于简单的about 我说在书面中 写作中可以用一些正式表达来替换 把这几个关于我们大声读一遍 正确把它背下来 大声来面 in respect of with respect to with regard to concerning regarding respecting 关于 这个书面中用这几个更好 就关于这些支票 什么支票呢 他自己开出的支票 我们刚才讲了开支票 draw checks sign checks write checks 都税 这里用draw 国际分子join 由他自己开的支票 好 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句话 咱们看屏幕 他说 he gives the bank specimens of his signature and there is very a very firm rule that the bank has no right or authority to pay out a customer's money on the check on which its customer's signature has been forged 首先看前面这个斗号之前 我们看斗号之后的and 并列连词引出两个并列句 这其实两个句子并列 斗号之前是一个简单句 他说他给银行他签字的一些样本 specimen就是样本 或者什么标本 或者取的那个样材那个样 他把它签字的标本给银行 签字的样本 signature都是某人的签字 并且and引出并列句 并列句的后面的第二句话 是个主从句 它的主句是 there is a very firm rule 有个非常严格的规定 什么规定呢 that开始一直到句末 这个黄颜色的 当然是做前面的一个rule 它的同位从句 说明这个制度规定是什么 是什么呢 在同位从句里面说 the bank has no right or authority 这个银行没有这个权利 或者这个职权 authority不可说明 可以表示职权 来干嘛呢 来支付 这个就是去支付大笔的钱了 顾客的钱 就是把钱让别人去取走 这个payout可以表示支付大笔的钱 一般是可观的大笔的钱 那么在这样一个支票之上 支付大笔的钱 on a check 什么支票呢 这个带下号线的部分是牵套在 同位从句内部的定义从句 修饰先行词check 就是在这个支票之上 这个顾客的签名是被伪造的 forge 咱们在第八课 就是贸易标准就说过 可以表示伪造的意思 这个on 我们也讲到on的check 我们说了关系代词 如果说借词名语 在书面中要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这个把它记住 不要用错 这里面有些表达 咱们得看一看 首先看一看这个signature signature 表示签名 还有一个词叫autograph 也是表示签名 但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signature是普通人签一个字 或者签的这个名字 但是autograph一般保持明星的签名 名人 影视明星 什么体育明星签名 叫autograph 你比如说 I've got lots of famous actors autographs 是我有很多 著名的演员的签名 就是大明星 他们的签字 这个叫autograph 普通人的支票签的字叫signature 这个别把它弄错 它动词是sign签字的意思 这动词搭配也特别多 我们经常说 where do you want me to sign my name sign one's name 就是签名了 您说 您让我在哪儿签字 就是在每个地方签字 sign one's name 还有我们经常说签收 这个包裹到了 括号信到了 你的签字表示收到了 sign for something 叫签收 Could you sign for this package please 你能不能签收一下这个包裹 sign for就得签收 包裹或括号信 等等 那么还有我们说 签上姓名的首字母 这是常见的这个动词 叫initial initial它词性很多 它如果做形容词 叫最初的 叫做最初的刚开始了 做动词的话 叫签姓名的首字母 做名词 就会表示姓名的首字母 叫initial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itial initial 你比如说 The normal has been initialed 或者是has been 两个拼写都行 前面这个双写的是英式拼写 或美式拼写就不双写了 因为它不是中毒边界 by the president 这份备忘录 已经由总统签过名了 但这签名是签姓名的首字母 因为欧美人名字比较长 签起来比较费劲 我们签首字母的更快一些 像Bill Clinton签个B 还有一个C就好了 就是姓名的首字母 这是我们签字相关的几个词 那么它给银行 它的签字的一些样本 并且有非常严格的制度 银行没有任何权利 right 就普通的权利 就是利益 那个利益 还有authority 注意在这不是权威 权威是可数的 在这是职权 不可中名词 right to act in a specific way 用某个方式来做事情的权利 就是职权或者权限 注意这不可数名词 比如说 only the treasurer has authority to sign checks 只有财务主管有权利签署支票 这个authority叫职权或权限 这个要注意 职权干嘛 to pay out the customer's money 这个payout咱们也注意一下 它表示支付大笔的钱 payout means to pay a lot of money for something 为某个事情支付 尤其是大笔的钱 就payout 你像我们看一个例子 we're paying out 300 dollars a month on a mortgage 就是我们为我们的抵押贷款 每个月要支付300美金 这个贷款 就是支付比较大笔的钱 银行没有权利或职权 那么支付客户的这个钱 在这样一个支票 就如果这个支票签名是被放造的 那顾客担心的 如果别人要是模仿我的自己怎么办呢 你不用担心 这银行倒霉 那下面第四句话说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at the forgery may have been a very skillful one the bank must recognize its customer's signature 这个it makes no difference 这个it在这是形式主语 所以这是没有用的 什么是没用的呢 it makes no difference 后面这个that从句到句末 这是真正的主语从句 就是从that开始到冒号之前 是主语从句 就是这个forgery 这个伪造的签名 即便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一个签名 也没用 为什么呢 加冒号后面解释 银行必须要认出来客户的签名 如果你要是认错了 那是你的责任 make no difference 注意不要翻译成没有区别 要翻译成没用 这几个搭配咱们可以看一看 make a difference 叫有用 有效果 make some difference 有点用 有点效果 make no difference 叫没用 没有任何效果 这几个不要按字面翻译成 做了一个不同 做了一些不同 没有做出不同 这个要翻译成有效 有些效果 没效 有用 有些用处 没用 make no difference 表示没用 没用 这个主义从举说 即便forgery就是forged signature 伪造的签名 即便是一个技术很娴熟的一个签名 也没用 冒号后面解释 因为他必须要认出来客户 他的签名 后面进一步说 后面第五句话比较麻烦些 咱看屏幕 for this reason there is no risk to the customer in the practice adopted by banks or printing the customer's name on his checks for this reason 放在聚首的 是借词东西当状语来用 叫因此 因此怎么样呢 there is no risk to the customer in the practice 他说在这个做法里边 对于顾客来说 是没有危险的 对于某人的危险 risk common justice to risk to somebody 是对某人的危险 in the practice 在这个做法之中 practice不一定是练习 咱们在第六课 体育精神中就讲过 practice可以表示习惯性的 惯常的做法 或者反正惯例 就是在这个惯例之中 顾客没有风险 然后中间有个插入语 两个都好之间 黄颜色的协定词的插入语 adopted by banks 银行就是所采纳的 或采取的这么一个惯例 adopt 可以表示领养 或者采纳 采取采用 银行采用的 采纳的这么一个惯例 什么惯例呢 后面这个off开始到剧末 但下号线的部分 是修饰前面的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这个惯例 可以把它看到off 引出了practice的同位语 因为这次off 经常可以引出同位语 同位语是什么呢 惯例是什么呢 就是把客户的名字 打印在支票之上 别人捡到我的支票 要是丢了换去签字 但字体不一样 是这么一个 所以对顾客来说 这个是没有风险的 这里面有些表达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for this reason 就是因此 因此所以 表达因果关系的表达 非常丰富 这几个都是咱们常见的 咱们可以大概记记 都可以表达因此 我们大声读一遍吧 for this reason thus therefore ergo as a result as a consequence so hence thereupon accordingly consequently in consequence 都可以类似表达 因此所以 这个含义 本文中是因此 there's no risk to the customer 因此对顾客没有风险 注意这个risk 表示什么什么的风险 注意这个借词搭配 含义不同 借词搭配不同 做某事的风险 用off 对某人的风险 加借词to 不要把他搞混了 你想 the risk of serious injury 就是严重受伤 严重受伤的风险 这个时候我们用off 其实在这里面off还是引出它的同位语来 风险是什么 就是严重受伤 严重受伤就是这个风险 引出同位语 或者 there is no risk to customers 对顾客来说没有风险 对于顾客的风险 我们加借词to 本文中明显是第二种情况 所以不用off 而用to 注意这个借词 写英语就像数学公式一样的字细 这不能麻糊 对顾客来说没有风险 什么 in the practice in是在什么之中 在习惯性的做法之中 咱们刚才说了 practice 还是表示习惯性的做法或者惯例 就是约定俗成的 大家都这么做 在这是银行的惯例 就每个银行都这么做 它的搭配 经常可以用the practice of something 或者practice of doing something 做模式这么一个惯例 一定要用off引出 practice它的同位语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practice of closing shops on Sundays 星期天这个商店关门 这么一个习俗 或者一个惯例 就是很多商店都这么来做 后面off引出这个惯例 惯例是什么呢 星期天关门呗 做前面practice同位语 再比如说 the practice of dumping waste into the sea 往大海里扔垃圾这样一种惯例 就是当地的人都这么做 这个是惯例 所以本文中的说 在支票上印顾客的名字 这个惯例 对这个顾客来说 没有风险 把这表达弄起了 后面最后一句 咱们看屏幕 他说 If this facility is forgery it is the bank which will lose not the customer 黄颜色的 当然是一个条件状态从具 他说如果这使得造假更方便了 在前面是一个条件状态从具 facilitate 就make something easier 使某个东西变得更方便 这是书面语 那么后面的主句里边用了一个强调句型 it is 后面加被强调的成分 是句子主语 the bank 是银行 which是跟前面it搭配的强调句中的连接词 which 一般强调句里面都用that 很少which 但是在书面语中 尤其科技英语 科普英语里面用这个表达更多一些 咱们一会儿会说这个知识 这并没有错 那么是银行将受的损失 而不是顾客本身 对不对 就是万一要别人带领了 帽领了你的钱 银行要赔你钱的 这顾客是没有风险的 这里面有些表达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facilitate make something easier 使什么更方便 使什么更容易 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习语代替 用习语代替 就是ease 或者smooth the way for 使什么什么更方便了 ease the way smooth the way for something 你比如说 the argument will ease the way or smooth the way for other countries to join the EU 它说这样一个什么呢 agreement 这样一个协议了 这样一个协议将使得 其他公司 这个其他国家加入欧盟 变得更容易了 ease the way 或者smooth the way for 这个agreement是协议条约的意思 好 那么它说 如果这就在指上一句话中的 在支票印名字这个行为 使得作假方便的话 那么it is the bank which will lose 这是银行倒霉 注意我们说一般的强调剧情是这样的 it is 后面加that 指人的话 也可以用who 或者whom binger用whom 但是在正式的书面语 而且强调事物的时候 后面可以用which 用人的话 当然绝对不能witch 但强调事物的是 有时候可以用which 但是尤其用于科技英语 或说明文体的英语 在本文中 说明银行和顾和神的关系 也是类似于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用它比较多 但是用that 是绝对万用的 没有任何问题 witch也可以用在这种问题里面 尤其在科技问题 或说明问题 咱们看下例子 it is heat which makes matter expand and melt 他说不是别的 正是热量 使得物质会膨胀和融化 这个强调的也是句子主语嘛 这后面用which 当然你用that 完全正确 当然用who可能不行了 再比方说 it is the release of nuclear energy within the sun which enables it to send out so much energy to the earth 这个也是it is 跟which构成强调的剧情 被强调的也是句子 整个是主语 这主语比较长 他说正是太阳里边 什么呢 它这个核能量的释放 nuclear是原子核的 核能量的释放 怎么样呢 才使得它能够 像我们地球发射出这么多的能量 不是别的 正是这个东西 这是科技英语 讲科技这个道理 说明这个道理 在这种问题中 我们用it is 跟which 这个强调的句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可以的 所以本文中并没有错 另外我们的句型顺便可以记住 是这个这个东西 而不是那个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if 从句 我们叫it is that who 当然如果科技英语可以用which 而不是什么 我们叫个not 这个句型也很管用 你像本文中就是 if this facility forgery it is the bank which will lose another customer 如果这使得造假方面的话 那么是银行倒霉 而不是户客 如果怎么样的话 是这个而不是这个 这个句型我们也见过 在29 29月里面有 比如咱看一看 在29月第五课 第一行到第二行 29月第五课 青年第一行到第二行 就是第五课的第二句话 他说 if there is one which I take a little doubt then it is older people who created not young themselves 你看这句型多么像 他说如果真有所谓 年轻人的问题的话 对此我不敢苟同了 那么也是老年人制造出来的 而不是年轻人自己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也是这个如何如何 而不是什么什么 这个句型顺便可以记住 好 咱们十二课文章也是一篇有趣的科技英语 讲明了银行和顾客 储户时间大致的关系 以及银行对顾客富有的这种责任 好 十二课重点文章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这课 跟老师就学到这